花28万在海花岛买了一套海景房 打包一切家具家电 本因为是捡到了漏 然而只过了20多天 一套房亏了5万块钱出售了 这里的房子真的不能买吗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里就是海南淡州的恒大海花岛 非常大的一个人工岛 占地面积7.8平方公里 这几天我的一个朋友非常的郁闷 他在这个岛上原本有着一套房子 着急出售 还特意邀请我看看 能不能发一期关于他家房子的视频 就在昨天他告诉我 不用发了 他们家那个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亏了5万块钱 从入手到出手呢 只有20多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就他本人呢 曾经来过一次海花岛啊 当年新房开盘的时候 抢房的人非常多 他也没有买到 没有抢到 但是之后呢 又想买海南这边限购了 然后就开始在海南这边交涉吧 好不容易有了购房资格 然后刚好有一个朋友 在这个海花岛上买的这个二手房 房产证已经下来了 可以正常的过户 他朋友的这套房子呢 交期税交的比较早 现如今呢 也已经是满五为一了 因此呢 卖给他这个税费 还是算比较少的 就是这一排的房子 22平方的海景房 楼层是15层 绝对的好楼层 这排房子呢 可以说是海花岛地理位置 非常好的房子了 这个二手房 挂牌 网上很多挂的 都是17,000 一个平方 他就感觉呢 他朋友卖给他 这个价格也不算贵 包含所有的杂费 落地是28万 买到手呢 大概是13,000 左右一个平方 两人呢 办理了过户 然后就带上媳妇 来到这边住了 但是住了十几天 就是说什么 也要卖房子了 买之前呢 非常想拥有 这边的房子 买了之后呢 却又是各种嫌弃 首先呢 他感觉周边 实在是太冷清了 这个岛上还好 晚上还有很多的人 虽然说入住力 只有不到10% 但是岛上到晚上 还是有不少人的 但是呢 到了岛外 完全是漆黑一片 老是感觉自己掏钱 太冲动了 再者呢 他也总是觉得 那个房间有意味 可能是装修的意味吧 他朋友房子卖给他 他朋友是没有住过一天的 那个装修 也是开发商装修的 他测了一下 这个甲醛 确实是超标的 而且呢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鼻子一直感觉酸酸的 周围人也就劝他 这套房子可能是 住的太短了 住的时间久一点 可能就没有这些味道了 大多数新装修的房子 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吧 但是呢 他却说这房子 已经装修过 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总之呢 这个时候真的是各种嫌弃 得到了就不知道珍惜 就让中介 把这个房子挂出去 尽快卖掉 卖得越快越好 亏几万块钱 也无所谓 这一排房子呢 挂的都非常贵 大多数都挂一万七八 毕竟是一线海景 甚至有些还挂两万左右的 你要是想挂这个价格呢 那成交住期 肯定是非常漫长的 很不好卖 想要快速成交 那你就需要挂低一点 最终呢 就是两二十三万 把房子卖出去的 不到一个月时间 亏了五万块钱 我也是感觉非常的纳闷 其实他呢 还是没有搞清楚 常住和度假的区别啊 你要是一个地方度假呢 住个两三天 三四天 你会感觉真的是没有住够 还想再住几天 但是一旦你在这个地方 常住的话 连续住个二十多天 很有可能马上就烦了 恨不得马上离开 真的是想买这种旅居地产的话 最好还是租房 在这边住一段时间嘛 像这样的海景房 一个月房租也就一千多块钱 在海花岛期间 我住的房子呢 也多多少少 有点装修污染啊 不过仔细想想 也是能够理解的 毕竟呢 大多数时期都没有人 那么大家对此是有何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